美国一波又一波禁令中国科技业屡屡受创 拜登政府计划8月中旬签署行政命令 进一步限制美国关键技术在中国投资 锁定人工智慧 半导体与量子计算 外媒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内部讨论重点已由具体措施 转移到如何推出行政命令与配套法规 签署后预计明年生效 而近期美国两位众议员致函商务部长雷蒙多 呼吁华府收紧对AI晶片出口限制 其中包括防止巧妙的工程设计绕过监管 分析师也点出中国二线IC通路厂 恐怕将透过第三地交易 将降规与非降规的晶片输入中国 你要管的话不是不行 但是就是说你要花的会比较大的一个成本 来进行管制 美国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其实主要拖累中国大陆在半导体 人工智慧方面的发展 基本上就已经达到他们真正的目的 新唐人雅大电视 从未魔咒听于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在圾部那里的 educ所保充 然后时尾部联合在前半导体